大家注意看,我是做梦都没有想到 把普通的土豆放在油锅里面炸一炸 出锅瞬间变成了高级酒店的一道特色招牌菜 两块钱的土豆上桌就卖98 逢年过节家里来客,做上一道非常的有面子 想当年我家邻居就是靠这道菜 一年的时间就在深圳买了三套房 首先从地里面捡几个小土豆 土豆的选择也很重要 选择圆一点的,大小适中的 然后我们用削皮刀削去土豆的外皮 像视频中这样,把土豆的上下左右都切上一刀 把土豆修一下形状 切成一个四四方方的正方形 然后两端垫上一双筷子 再用土豆把刀切成厚厚的薄片 尽量切得薄厚,均匀一些 这样切出来的造型会更加的美观 然后再把土豆转一圈 切成很细的丝 注意底部不要切断了 看一下是不是非常的漂亮 放入大碗中 加入一勺白色的食盐 倒入不要钱的自来水 给它浸泡15分钟 接着准备一个空碗 在里面打入两颗本科毕业的鸡蛋 有的人喜欢默默地看视频 但是他会双击给个红心鼓励一下 这样的人最善良了 一定能够幸福发大财 15分钟之后 土豆已经泡得差不多了 然后把土豆给它冲洗一遍 洗掉多余的盐分和土豆表面的淀粉 洗净之后用力攥干水分 给它放到一个大碗中 接着往里面加入两勺玉米淀粉 大概80克左右 让土豆的表面都均匀地裹上一层玉米淀粉 淀粉一定要涂抹均匀 包括缝隙里面只有涂抹均匀了 这样炸出来土豆才能够外酥离软 吃起来特别的香 涂抹均匀之后再抖掉多余的淀粉 接下来锅中倒入多一点的食用油 把油温烧至六成热 大概180度左右 把做好的土豆花放入油锅中炸 刚放进去 咱们先不要打动它 让它有一个定型的过程 如果这时候打动它 土豆表面的淀粉很容易脱落 锅里面的油就会变得非常浑浊 炸到土豆定型 然后咱们翻面炸另一面 全程开中火慢炸 反复地翻面 一直炸到八面金黄酥脆 就可以控油捞出来了 这样炸出来的土豆 有的人叫土豆开花 也有人叫花开富贵 家人们觉得哪个更合适呢 麻烦打在评论区告诉我一下 锅中留少许底油 倒入一包饭店大厨都在用的糖醋汁 它还可以做糖醋排骨 糖醋鱼 糖醋菜的都可以做 家里如果没有的也可以自己调 用番茄酱 白糖 醋 水来调一个糖醋汁 但是自己调的没有人家的好吃哦 开大火把糖醋汁熬到浓稠的状态就可以了 然后直接淋在土豆上 一到好看又好吃 寓意又好的花开富贵就做好了 每年过年我家的餐桌上都会做这道拿手菜 刚一上桌就被抢光了 大人小孩都爱吃 口感酸酸甜甜 外酥里软 酸甜中带着酥脆 真的是特别的好吃 点击我的头像 可以看到更多的家常美食视频 我们下个视频再见